学习的学习的 在学习榜的 反正我觉得想想玩玩 学习什么生命的念礼 以后他再想学别的有个基础就行 这倒是 回头我也给童童去看一下 他喜欢什么 对 喜欢什么乐器都行 我们家宝宝他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就学了一个基础 对 你说的有道理 那你有没有给他报一些 什么思维的那种课程 就是有个乐高的编程 我给他报了一个 他还给你喜欢的 是吧 等着我也去了解一下 我给我们家童童 找了一个更好的舞蹈班 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过去试听过了 以后这边我们就过来了 怎么突然要换地方 我觉得萧老师教得挺好的呀 我家孩子可喜欢他了 你呀 不知道 萧老师啊 风评不好 风评 说什么了 小道消息啊 我认识的这个人呢 是他以前的同事 他呀 就是个小三 抢人家老公 完了呢 还帮了个大块 你说我们把我们的孩子 丢给这样的人 那怎么能放心呢 对不对 我上次啊 我亲眼看见 这个逍遥和求求他爸 那个 我都不敢让我们的孩子 和求求走太近 你说 就这种家庭 教育出来的孩子 还不知道什么样呢 就是啊 连你都看到了 没有 逍遥在哪 妈妈 下课啦 妈妈 下课啦 下课啦 累不累啊 宝贝 宝贝 好吧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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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各位 那个 我想问一下 你们刚刚说的那些小道消息 是经过考证的吗 说肖老师撬别人的老公 其实那个人恰恰是我的前夫 我已经离婚一年多了吧 所以他们应该是正当的 男女朋友关系 然后我前夫呢 也不是什么大款 挣得还没有我多 我觉得与其 不嫌麻烦给孩子们转学 不如给孩子们做一个好的榜样 背后说人闲话 可不是什么好的榜样 好了 妈妈 你今天课上得怎么样啊 学新动作了吗 太不开心 好 我们去吃冰激凌 然后回家 好 颜安姐 谢谢你 没什么 我说的都是实 你现在有时间吗 可以聊聊吗 好啊 球球去那儿画画 等下那儿啊 好 坐 坐吧 球球很可爱 也很懂事 我很喜欢他 他可爱懂事都在外面 他家里可逃了 这个年纪的孩子很正常 如果 我说如果 将来有天我会秋夏 我会好好照顾球球的 希望你可以放心 你们要结婚了 还没 但我确实想跟他好好走下去 我是个想走入婚姻的人 可能和你不太一样 你就算没有婚姻 也一样可以活得很好 秋夏说的吧 确实 我不太适合婚姻 对于秋夏来说 我能给他和他能给我的 都太有限了 不管怎么说 我都要谢谢你 如果不是因为你和球球 我也不会认识秋夏 销链不错 秋夏送的生日礼物 妈妈 爸爸真的会和逍遥阿姨结婚吗 求求愿意吗 不愿意 不都是亲人才能结婚吗 爸爸和妈妈结婚 姥姥和姥爷结婚 大姨和大姨父结婚 二姨和二姨父结婚 逍遥阿姨很好 但是她是阿姨呀 妈妈才是妈妈 秋秋 睡会儿啊 哦 夏娅老师好 秋秋 周末你也不睡懒觉 还是第一个到的 你可真棒 标准标准 快去换衣服吧 去换衣服吧 去吧 等会儿你爸来接你 我就是觉得这个婚纱挺好看的 喂 哦 行 我马上过去啊 周末也张困啊 嗨 邱老师 我这 这好巧啊 你跟那树叫什么劲呢 我 我 我们系没有中共 你来啦 这位是 娜娜 孟一安的外甥女 你是我们学校的博士 你好 我叫逍遥 是秋夏的女朋友 之前就听秋夏提醒你 说你特别地优秀 你好 你好 你要 对 我还有事 我 我先走了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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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爱 我这就是不一样 太厉害了 对了 咱们俩不是约的晚发吗 你怎么中午就来了 哦 我有个朋友从外地过来 要玩两天 非让我陪着他 所以我就想和你中午一起吃个饭 不好意思啊 我刚才就看你这个大戒指 这是我一个朋友设计的 我带着玩 好像是那个 告示做的吧 是不是跟真钻可像了 真厉害 我这样戴着 是不是不太好呀 不然我还是摘了吧 不会啊 戴着高镜就好 走吧 你拿着这个去修什么呀 球球有一个星空灯坏了 我给他修去了 他妈不会 走 嗯 想吃什么 都行 听你的 又听我的 嗯 好了 把灯关上 来 好 那个 我来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三 星空 爸爸 你真厉害 我看你给我还有什么晚睡的理由 快去 收拾你的小书包给你包 回去吧 好 就你给他买的 还挺好玩 嗯 我要知道这么简单呀 都不用麻烦你跑一趟 直接电话里告诉我就行了 没事 以前家里有东西换了 不是也是我修吗 我把这个工具箱留给你吧 行 将来你就有新家庭了 我就不麻烦你了 爸爸 我准备好了 我们赶紧出发 去看动画片吧 走 别老想着玩 好不容易逮着你爸 让他多给你讲讲故事 嗯 行 爸爸给你讲故事书去 妈妈再见 不要想我哦 妈妈再见 不要想我哦 好 我干了 我干了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你收大白鱼都不赔了 来来来 再给你 我去收大白鱼啊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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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如此 站起来 就我取了 你 你爸爸最近是很忙吗 是有点忙 夏朗 夏朗老师 夏朗老师好 嗨 文文 好 夏朗老师好 大家来了 来 那我们去上课吧 好的 那我等你 现在呢 我们复习下上节课的内容 大家还记得吗 记得吗 记得 好 来 那我们一位手摆好 好 我们开始跳 一 二 大 大 三 大 四 你怎么来了呀 你怎么也来了 今天不是我接吗 之前我都说好了吗 周末你上课我来接 对对对 全记错了 我最近平时生特别忙了 记错了 记错了 没事 年纪大了 大家先保持一下 老汪事我也一样 你呀 就是睡眠太少 怎么样 求求少子越来越好了吧 你看他越来越有样 还是萧老师教得好 你觉得他是一个 什么样的女孩儿啊 对孩子挺有耐心的 应该对父母也特别孝顺 怎么了 你怎么对他突然感兴趣 我没事 瞎问呢 好 背挺直啊 接下来的动作呢 我给大家跳一遍 一 打 打 二 打 打 三 打 打 四 打 打 五 打 没事吧 没事 没关系 来 大家继续练习 我们再跳一下 刚才的动作好不好 就是合同第四条的第三点 整体框架那块 我觉得还是不行 你脚还挺严重的 还行 没有那么严重 我送你去医院吧还是 不用 我找个冰袋敷一下 实在不行的话 再去医院吧 有冰袋吗 我让我同事帮我拿去了 你坐吧 来 怎么厉害 来 妈妈 我去医院 我去医院 你陪乔老师去医院吧 我带乔乔回家 好吧 爸爸再见 赛阳老师再见 早早早日康复 谢谢乔乔 好 再见啊 我还是得给你买点药 什么气务剂啊 膏药啊 你这儿都没有吧 你最近 是不是剩我气了呀 要是有什么误会 我可以解释到 什么误会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 你最近一直不回我消息 也没时间见面 也没时间见面 我是不是没跟你说呀 我最近平之称 忙得我焦头烂额的 本来今天 我跟他妈妈说话 让他来接 你看我 我还是来了 你 你这脚还挺严重的 我送你回家吧 不用了 我自己打车回去就行 平之称要紧 等你评商副教授 我们再好好一起庆祝 瑶瑶 我有一件事情 特别好奇 咱们两个交往了 一年多了吧 你从来没让我送你回我家 这是为什么 我就是不想麻烦你 我心疼你 还不行啊 不麻烦 我送你回家 走 换衣服 你叫一下刚才那个老师 我 我不方便 我就住这里 靠边停就行 哦 是这儿吧 嗯 哪个楼啊 就这个楼 这楼啊 你住几层 我送你上去呗 不用 一楼不用爬楼 你放心吧 你怎么从来没让我 送你回我家 我有个室友 他人有点奇怪 不选陌生人来家里 你跟人合足啊 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 我俩关系一般 没这么好说的 行 那我送你过马路呗 真不用了 你就这么不放心我呀 对啊 你这脚今天刚刚受伤 我没事的 这老小区不让停车 别等会儿被贴罚单了 哦 行 那好吧 那你自己过去 行吗 可以的 那我走了 走吧 到家给我发信息 路上慢点开啊 好 拜拜 拜拜 慢点 慢点 嗯 有事给我发微信 慢点 慢点开啊 好 飞车 你得 下边也得涂啊 别光涂上边 你下边拿这个深色的笔 妈妈 你能帮我画一点吗 这个不是老师布置给求求的作业吗 妈妈这儿也有一堆作业 你现在就要明白 自己的事情一定要自己完成 可老师明明讲的是 大人和小朋友一起完成 那你等妈妈做完这个 我再跟你洗话好不好 喂 你好 你好 我是萧瑶 好 请问 你现在有时间吗 可以见面聊聊吗 我现在可能 不行 我就在你家小区门口 你要方便的话 下来见一面就行 行 那你等我一下 妈妈 我话累了 可以休息一会儿吗 你需要看电视啊 还是玩手机啊 我想玩你的手机 都猜到了 说累就是想玩 妈妈要下流点事 也不会太久 反正上来以后你就不许玩了 听见没有 如果你不上来的话 我也会乖乖把手机给关掉的 我不上来你吃什么呀你 好了 就好点儿没有 好多了 谢谢你 没有和秋夏说那天遇见我的事 把我叫下来就为了说这个吗 你以后也不会说吧 你是在向我提要求吗 就当我求你了 我很在乎秋夏 遇到秋夏以后 我才有恋爱的感觉 我们准备要结婚了 对一个你这么爱的 想要跟他共留一生的人 你用的方法就欺骗他 所以之前我在饭店看到的那些 都是真的吗 不是的 我有苦衷 我没得选 没有那个人 我就没有钱 让我爸用上最好的药 为了我爸我什么都能做 可我爸后来还是走了 我妈辛苦了一辈子 也落下一身的病 我想这就是我的报应吧 像你和秋夏这种 天资很好 没怎么吃过苦的人 是不会理解的 逍遥你知道吗 生活中跟每一个人的不幸 是不同的 但任何不幸 都不能成为你去欺骗别人的理由 我知道 我可能不是太会说话 我的意思是 我希望我的意思你也明白 我和秋夏离婚了 我不会介入你们的事情 秋夏很好 她值得你亲口告诉她 这件事情的真相 我会的 我会找个机会跟她说这件事 你条件这么好 真的是一个没有选择的人吗 你骨子里是很坚强的 我相信你可以 依靠你自己 过上你想要的生活 不用了 孙逊 我真想要了 你字幕里面上 我明天早步 我已经登场出事 你觉得我最好把 你生气了 她妈做了 我答案 你做好了 怎么了 脚不舒服吗 没有 我就是想问问你 在不在家 没在家 我找球球来了 这样啊 我本来还想去找你 有件事情 我想当面对你说 脚都那样了 别乱跑啊 有什么事 球下 我们结婚好不好 球下 你在听吗 没关系 你不用急着回答我 能不能答应我 花点时间 认真考虑一下 先我答应你 好 我知道了 主任 谢谢 学校找你啊 你怎么自己出来了 医生怎么说 医生说没什么答案 让我过几天再来复查 再拍个片子 凭职称的结果出来了 出来了 还是没拼上 怎么会呢 没事 这些年我也挺习惯了 以后还是好好当老师 好好教学生 挺好的 你别这么想 我们一起加油努力 我相信你明年一定会平上的 到时候 我就会有一个教授男朋友 也许 我还会有一个教授老公 小悠 你要没准备好没关系 我可以等 等到你想结婚 走吧 来 来 朱秋 我们再加一个 红色的五角星好不好 好 穿了吗 妈妈 你看 我和宋叔叔一起穿的 好不好看 好看极了 这 这朱秋自己穿的 她动手能力非常强 是吧 特别棒 妈妈 你和我一起玩啊 喝口水吧 半天都没喝水了 就知道玩 喝一大口啊 好 喝一大口啊 到次让爸爸也带我来穿竹子 我还要再穿一穿 辛苦你了啊 陪一个小女孩玩这些 花花绿绿的 不是 这有什么辛苦的 我原来也没见过这爷公斤 我第一次玩 觉得挺好玩的 她们要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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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挺好的吗 是挺好的 我希望她找到幸福 但是因为 她是球球的爸爸 我上次看到的事情 也没有告诉他了 我怕将来对他造成伤害 但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童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对吗 你什么时候都这么理智吗 难道你不是吗 我有的时候也挺冲动的 这也是你最吸引我的地方 总是会出乎我意念 兔叔叔 您再穿一穿吧 好啊 你又找到什么新材料了 小兔兔 小兔子 好的 来 拿一个透明的吧 好 行了 给我吧 没事 你等我开过去那点太堵了 你现在赶紧走还不堵车呢 别换手了 走吧 走吧 行 你怎么来了 给你拿点东西 把孩子给我吧 行 刚睡着 慢点 慢点 好 行 那我先走了 好 有事电话啊 慢点开 走吧 给我这什么呀 低音咖啡 喝了也能睡觉 我喝咖啡就是为了提神 你说喝着低音的不如喝水呢 不过还谢谢你啊 你最近怎么样 忙不忙 老样子 平时撑的结果下来了 还是没凭上 没凭上就没凭上呗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你不需要那些虚的 你回想一下你每一堂课 学生都坐满了教室 每一个人都聚精会神地听你讲 这就是对你最好的肯定 那你不是照样在我的课上睡大觉 我不是跟一般人不一样吗 不要往心里去了 行 把他给我吧 我给你们送上去 不用 你还担心我照顾不了他呀 行了 爸爸 正好 行了 行了 下来吧 球 好 老师再见 爸爸再见 行 好了 回去吧啊 好 快点电话 还迷动呢 快 要是上车了 你给我带着点 还要呢 就带着点 就把他反应了 想到他 我还想让他想了 你能忘了 不是呢 我们也要他想是 开心的 你就想到我愁着 我都推出了 你没有 Jonas 嗯 我知道了 那我看着你过马路 好 你回家路上慢点开啊 走了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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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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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吧 下次你送球球上课的时候 顺道给我带过来就行 行 好 我知道了 好 先这样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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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球 你收拾好了没有 快了 好 拜拜 泡泡枪 饼干 发明 电话打得正是时候 马上出发了啊 我到了微信里 一文 实在不好意思 今天有客户临时找我谈事 我可能去不了了 没关系 工作要紧你去忙吧 替我跟球球说声抱歉啊 好好好 好 再见啊 妈妈 我准备好了 想让鹏待了吗 待了 在这儿呢 放心吧 然后就是今天锁住有事去不了了 所以妈妈陪你去好不好 那我们让爸爸陪我去好不好 妈妈打个电话试试啊 喂 在忙吗 我这儿忙着写销案呢怎么了 哦 那就没事了 你忙吧 阿姨 你在哪儿 我去找你 爸爸 我告诉你 妈妈昨天大我去超市 买了好多好吃的 今天又搭了我最喜欢的 冲击小摇椅 还给我做炸猪排 我今天真是太开心了 爸爸一会儿再把帐篷给你搭好 你就更开心了 好 我要告诉老师 希望他以后能多多布置和爸爸妈妈一起去野餐的作业 嗯 下次野餐呀 不允许你吃炸猪排了啊 你正长身体呢 吃多了油炸都不好 爸爸 我们是不是快到了 是吧 哎 爸爸 你刚才都不理我 嗯 哎 对不起各位 这样 我把那个写完了 就发出去啊 马上 哎 你说学校有事啊 要不然你去忙你的 没有 出来散心挺好 这样 爸爸关机 然后你帮爸爸保管 好吗 嗯 爸爸 嗯 我把我最爱的豆奶奖励给你 嗯 嗯 谢谢 不客气 干杯 干杯 爸爸 还有几步能搭好啊 几步 我看看啊 爸爸 嗯 这个是什么 那个是 铺在里面的 哎呦 名单我看了 我觉得你再去多找几个 需要资助的家庭呢 两三个就行 把那个 可以啊 那更新好之后 你把名单发给我 辛苦了啊 爸爸 你到底会不会搭帐篷啊 我也 你爸呀 他以前呀可会搭帐篷了 现在都生疏了 哎 我记得以前你教过我呀 那个地盯要斜擦 在地面四属肚角 对不对 对啊 来 我来吃个酒 行 来 行吗 四十五 还真是技术生疏的呢 好嘞 对 一个好了 去那边吧 去那边吧 那边 慢点跑 啊 眼睛真不错 你看球球 玩得多开心 她要是喜欢出来玩啊 就多带她出来玩吧 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我觉得你也需要 呼吸新鲜空气 感觉你今天一来就整个人 特别愣闷不乐的 有心事 不愿意跟我说也没关系 江瑶的事 她怎么了 她 她 我觉得她不是我熟悉的 那个人 特别陌生 她一直有事瞒着我 邱老师 你还上课了 怎么也不多休息几天啊 临时接了给儿童运势团 编舞的活 要连上三天的课 我差不多也康复了 在家待着也挺无聊的 我想起来 这刚好有你们的一个快递 我的啊 对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你怎么了 是不是生我气了 要是有什么误会我可以解释的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肖老师 儿童艺术团的人过来了 需要您接待一下 现在已经在办公室了 好的 我希望是个误会 可是后来又看到过好几次 就没法装作不知道了 你们两个有没有因为这件事情 坐下来好好聊聊 没有 我把她的东西都寄给她了 为什么就不能坐下好好谈谈呢 我怕当面谈 彼此更难堪 你是怕难堪呢 还是怕 两个人的坦诚相对啊 有些事情 必须要当面把它聊开了 逃避是没有用的 这样当初的我们两个 分手也分得明白 爸爸 快看 我给你们拍的照片 这什么时候拍的 刚刚啊 真好看 给我看看 还是妈妈更好看 对不对 拍好玩了 我还要再拍几张 给我 人家照片 去吧 来 三 二 一 开始 来 来 来 姐 外面有个姓肖女士 没有预约 但她非要见你 孟严 女士 孟严呢 女士您不能见 孟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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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儿 孟严 我和秋千分手了 你满意了吧 你如果想跟她复合 大可以直接说 何必这样弯弯绕绕 你们两个分手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亏我还觉得你光明磊落 没想到你当面一套 背地一套 我的事是不是你跟秋夏说的 我没有义务回答你 保安来了 你走吧 别把自己东西探探看了 干什么 放开我 我不走 不用抓她 你想跟我说什么就说 我联系不上她了 我真的没有办法 她连个解释的机会 都不给我 来我办公室 行了行了都散了吧 我知道房外有一天 她会知道 但是我没想到 她会这么决绝 不过我们一中天 你怎么说 你的事情 我从来没有说过 但秋夏确实跟我说过 她觉得 好像你不是她想象中的 那个人 那 你能不能帮我给她打电话 让她来见我 子尊都不要了 这样好吗 我求求你了 只要你说 他一定會來的 我只是想和他解釋清楚 事情不是他想的那樣 都是誤會 肖陽 如果你真的想挽回他 就要學會坦誠地面對 感情中 是不允許有任何欺騙的 你終於肯見我了 對不起 我的事 你是不是已經知道了 但我向你保證 那真的 真的都是過去的事了 我是真的想和你好好地走下去 想和你結婚 咱們倆分手跟這件事情沒有關係 你能不能再給我一次機會 不要離開我 肖陽你是一個好女孩 溫柔 善良 體貼 我離婚這段時間 看孝晨 你陪我走過了這段日子 特別感激你 所以 你還是不肯原諒我 當我知道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我應該感到難過 但是並沒有 我也認真地想過跟你結婚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 是我的問題 我沒有把這事想明白 可是我現在特別亂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說來也奇怪 今天出門前 我就有整個預感 可能要把這本書還給你了 所以我就戴上了 這本書對於我來說 真的挺難讀的 但我還是讀完啦 其實我知道你喜歡什麼樣的女人 但可惜那個人不是我 但也不遺憾 我知道會遇見那個 適合我的人的 我 我先走了 最後你能再抱我一下嗎 你一定會幸福的 你一定會幸福的 謝謝你給給我希望 也謝謝你告訴我真相 您好 現在我可以死心了 你看他還會這個 是 視頻沒想到拍照效果不錯啊 这球球加分不少 你看他还像模像样的 平时看不出来 他有表演天赋啊 天生的 谁女儿这是 你可让球球 自己看看这视频 说不定以后啊 他能走演绎道路 那还算了吧 我希望他的生活 简单一点 而且秋夏也说 不希望孩子 卷入到我的工作中来 看来你很 尊重秋夏的看法 对啊 因为他是孩子的父亲嘛 而且我们当时 分开的时候也说好了 要共同抚养孩子 我听说前几天 是不是 秋夏的女朋友 到公司来闹来了 你怎么那么八卦呀 我不是八卦 他这种行为 如果影响到了 公司的声誉 我们是可以起诉他的 用不着吧 没多大的事 不是说到底 还是秋夏 没有把这段关系处理好 所以连累到了你 宁安 以后不管是公司上的事 还是你个人的事 都第一时间告诉我好吗 好 那这次公益活动 我陪你一起去 有什么事 我还能帮你 特别苦 而且好几天哪 你那个事务所 有那么多事 放心 我都安排好了 就这么定了啊 我先走了 晚上一起吃饭 哦 行 喂 盐安 今天球球上完芭蕾舞课 你能不能去接她 我有点不太方便 我可以啊 你忙你的 没问题 我和逍遥见过面了 我们已经正式分手了 要不要考虑给球球 换一个舞蹈班 也好 听你的 逍遥是不是去找过你 对 没给你添什么麻烦吧 没有 我还有事先挂了啊 下节课呢 你们会有新的老师来 是一个很漂亮的小姐姐哦 希望你们会喜欢她 萧衙老师 你不来了吗 你去哪里啊 萧衙老师 萧衙老师 你能不能不走啊 萧衙老师 我舍不得你 萧衙老师要回家呀 你们不回家 你们的妈妈不会想你们吗 萧衙老师的妈妈也想她了 所以萧衙老师 要回家去陪妈妈了 不难过啊 要加油 要好好跳啊 记得脚跟要绷子 知道吗 来 球球 盐安姐 球球说你有话想跟我说 好 我想当面和你说句对不起 上次去你公司的事 现在想想 也觉得挺丢人的 过去了 不用再提了 我和秋夏分手了 今天之后 我们就不会再见面了 我们就不会再见面了 少了我这个阻碍 你们一家人应该会过得更好吧 其实我还是那句话 你跟秋夏之间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我跟她已经都成为过去了 你这样想 但她未必 算了 说这些做什么 我现在只想早点回老家去照顾我妈 我母女俩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也不用在乎 别人背后怎么说我 你何必那么在乎别人的看法 你何必那么在义别人的看法 你要想清楚 自己究竟想要什么 谢谢你 盐安姐 以后 就不知道什么事才能遇到了 今天 我们也算是话题未有了吧 其实我从来没有把你当成过我的敌人 你爸 妈妈 我下学期不想学跳舞了 为什么呀 舞蹈班没有和我一起玩的小朋友 学跳舞就是为了学跳舞 不是为了交朋友 再说了 班里的老师不都说 球球跳得特别好吗 可妈妈说 跳舞是为了让我快乐 现在没有小朋友跟我一起玩 我不快乐了 是这样啊 那妈妈怎么觉得球球更想学跳舞 是觉得学跳舞太累了呢 给你练功对不对 你看着妈妈 跟你说啊 一个女孩子 如果从小学跳舞的话呢 进来长大之后 她的整个体态和气质呢 都会特别地美 你这么快就半途而废了 你知道吗 坚持就是胜利 说不定你以后 会变成一个舞蹈家呢 我倒不希望她成什么家 就是希望给她 培养个兴趣爱好 你这 这么快就妥协了 当初为了给她找学校 你可是大年初一 就跑回来了 我觉得有时候 她爸说得挺对的 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 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 还是快快乐乐地好 那学他爸 我还是那个观点啊 孩子小的时候做父母的 要帮她规划好未来才行 给先驱小朋友的礼物 应该差不多了吧 嗯 我想看看再给他们买点 什么吃的呀 喝的呀 哎 买点豆奶吧 对 跟牛奶换成喝 你营养还均衡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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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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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你还有什么小药和东西吗 一个不够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没有了 可以 谢谢 妈妈 葱叔叔 秋秋 你怎么来了 爸爸说要给妈妈 多买在路上喝的 还有不会肚子痛的药 还有可以贴她暖宝宝 这邱老师想得真是周到 没有 没有 我还有好多东西 没给她买了 而且她以前出差 都是我给买的东西 是吧 秋秋 其实邱老师用不着这么费心 这次去山里我会陪着乙安 有什么事情我会照顾她的 妈妈 我看到那边有好多新出的画本 你给我挑一本好不好 回头我们打电话 我就可以讲新故事给你听了 好 但那个我先陪孩子去 等会儿我来结账 先帮我看一下 没事 你别看这些东西平时用不上 但是啊 你都得给她买上 我最了解她了 她忙起来什么都顾不上 以防万一有备无换 邱老师 你们已经离婚了吧 从法律的层面上来讲 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怎么没关系 她是我孩子的妈妈 没错 你们两个都是求求的合法见护人 但你和乙安之间 紫色的是上侧 要先看完上侧 才能看你那个黄色的下侧啊 好 不 你们两个这站着干吗呢这是 不是 没事 宋律师在给我普及法律知识 走吧 买单吧 走 呼叫妈妈 妈妈妈妈 你到酒店了吗 妈妈刚到酒店呀 进门的时候就听见你的鼻声了 我跟你布局的那个 是你那个家间法 你做完了没有 求求啊是想给你看 几张她画的画 想给你看看 功课我明天会督促她写完的 你放心吧 你呀你就知道宠着她 行画画也挺好的 画什么了你给我看看 妈妈你看 我乖的是爸爸家 这里有很多很多的书 桌子这里 还摆着爸爸和妈妈的照片 等会儿 那个照片我看一下 你看 我什么呀 这不咱们野营的照片吗 秋夏 这照片你给收了 我觉得秋秋拍得挺好的 我就给留下来了 秋秋 你不是想看妈妈房间什么样吗 妈妈 你给我看看 房间里是不是有折身小巷的毛巾 妈妈这次啊是出来工作的 给你看看啊 这个酒店呀 你看这床上 是不是没有小巷啊 对吧 姐 手鞋给你拿来了 好 放大吧 谢谢啊 妈妈 前面那个人是宋叔叔吗 对啊 宋叔叔等着妈妈开会呢 你把电话给你爸 秋夏 你赶紧在那儿洗澡睡吧 我这边还有好多事呢 行 我知道了 言 我觉得 你睡眠本来就不好 一个人睡一个房间 比较好玩 我们这次来呀 就定到两间房 所以呢 大伙就挤一挤 我跟小左 小吴挤一间 他们男的挤另外一间 行 我知道了 好 那你也早点休息吧 我知道了 憶恩 开会了 来了 挂了啊 替我亲戚求救 爸爸 你笑什么 爸爸吃了巧克力 我也要吃 爸爸逗你呢 哪有什么巧克力 洗脸 刷牙睡觉 好 走 你可以看动画片 但是你答应给我爸爸 每天要完成什么任务还是 任务就是 要每天给妈妈发视频 还不能说是爸爸让我发的 对了 进 好 还疼吗 这个 我都忘了 都没感觉了 打算里边缺一少药的 还是谨慎的 消毒毒 你可真行 还随身带个药包呢 律师的成败在于细节 这些 谢谢啊 这个 这剩下卡通的了啊 你降着了一下 谢谢 那今天 小嫂他们 已经有其他房间了 不用跟你挤了 你看 我刚找到的 专为孤瓜老人做眼睛手术的 所以你说小桃桃奶奶的手术 是不是可以交给他们做 可厉 明天让他们赶紧联系一下 我刚才跟你说的 房间的事你听一下吗 这球球 她真是每天都要跟你视频啊 没办法 我是她妈啊 那 好 妈妈 你的头上有一只小熊咧 我看 还真是小熊咧 求求我跟你说啊 妈妈今天不小心磕到头了 但是呢 现在有小熊保护妈妈 妈妈就一点都不疼了 怎么磕到头了 妈妈 不动了 怎么磕到头了 妈妈 你怎么不动了 喂 妈妈 你怎么一直不动啊 信号不好卡住了 你干吗去 回来 你不跟妈妈说话了 好了好了 求求画画去了 我 你这孩子可真行 说想我 结果呢 他卡几秒就跑了 你这头怎么回事啊 消毒了吗 没事擦不点皮 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啊 时间定了吗 还没呢 不过应该是等到这儿的雨季 来临之前吧 我记得你爸爸的季日 是在这个周末 你赶得过去吗 我尽量吧 怎么每年你都避开你爸的季时啊 你是故意的吧 每一次不都是赶上有事吗 我先挂了啊 我这儿得看好多资料呢 你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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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儿 갔我 我先问你 我跟你找我 交换一顿 你基安 哪个子 驾手 今天避免 我现在就去 我已经想回来 开 beside我 我先去 山路得开个四五个钟头 到了那边 再决定做什么回去吧 你千万注意安全啊 妈妈 等你回来 我和爸爸一起等你 好嘞 那行 妈妈挂了啊 拜拜 这雨越下越大 一晚上就没停过 我这手机一直就没信号 你把谁急死 这山里边 这肯定啊 这山沟里哪有信号 这山区信号本来就是 从而雨下得那么凶 几条区县城的路都淹了 我一次等没 至少你这趟火 折腾了一整夜 我进一步试 退一步试 师傅 你认不认识附近地势高的 最近的村子 我们去那儿避一避吧 今天不能走了 好吧 好吧 怎么这样了呀 怎么这样了呀 近日多地爆发强降雨 蒙烙等气象在海 救援人员正在紧急赶往救灾地面 气象台提醒广大群众 注意出行安全 山路上大树红然倒下 洪水汹涌 瞬间冲回路上的车辆 喂 老鹏 你帮我问没问你那些朋友 到底什么情况现在 这条鞋我问过了 你发我的那个地方 确实是大暴雨 交通现在也中断了 你赶紧联系你的朋友 让他们尽快找安全的地方躲避吧 这么严重吗 是 但是现在也没听说 那边有人员伤亡的情况 所以我想你也别太着急 好吧 谁啊 一锦姐姐 协秀 你们怎么来了 这是我男朋友收到 你好 你好 打扰你们了 我是她小姨父 是这样 这个家里出了点状况 我本来打算把她送到同学家 但是她非要来找你 我不想和唐欣完了 因为她老是问我 爸爸妈妈为什么要离婚 为什么不住在一起 谢谢啊 你跟周涛哥哥去玩一会儿好不好 来 走 走 我们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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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那个小屋子里 小姨出什么事了吗 你小姨被困在贵州了 那边突发大暴雨 我打电话她不接 我找不到她 我现在把那机票马上去找她 怎么会 怎么会下暴雨就联系不上呢 我不知道 所以我得赶快飞过去看看 这球球就先拜托你了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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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肯定照顾好 好 这个是照顾球球的注意事上 我都写得很清楚 好 你不按照这个来讲 没问题 好 那你注意安全 小姨要有什么事情 你给我打电话 放心 放心 好 电话联络啊 我走了 师傅 到了 看看 好 其他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可真行 这么大捞员你还跑一趟 怎么就你一个人 他们呢 他们好多人家里有急事 我就把之前的航班让给他们了 那咱们先进去吧 走 小姨 小姨怎么样了 我没事 小姨 我们现在在机场呢 哎 球球呢 球球没事 你没事就行了 我们担心死了 小姨 你放心啊 有我们在呢 你注意安全啊 小姨应该确定是在一起的吧 他来送球球的时候 我看他靠紧张了 特别担心你 哎 那个球球在你旁边吗 他睡着呢 我要嫁进他吗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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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嫁他 我这边剩下些东西呢 估计到了那儿是早上了 合适我再去找你啊 嗯 拜拜小姨 拜拜 我 醒了 依景还好吗 还弄得两球就是嘛 还行 球就睡了 你一天了在山里边没吃东西吧 我去给你玩点吃的 不用 一会儿在飞机上 随便吃点就行 我刚刚电话里口气有点着急啊 我不是怪你 我想谢谢你 妈妈 哎呀 宝贝宝贝 我还以为你就知道和其他小朋友玩 都快把我给忘记了 球球 妈妈不是跟小朋友去玩的 是想让那些小朋友 使得跟球球一样更好的教育 妈妈 你和爸爸不在的时候 我就自己整理小书包 不信你可以问姐姐们 嗯 球球可懂事了 跟姐姐们说不要浪费粮食 我还跟娜娜姐说 要整理东西 东西要放到正确的位置 这是球球说的还是你说的呀 哎呀 你说我们 我们家在这儿把你们这个周末 都给搅了 那这样吧 咱们现在吃饭去好不好 好哎 走 那怡恩 要不这样 改天我请你们吃饭 好吧 我学校还有好多事情 那你去忙吧 那小衣服你答应我们吃饭 你得请熬 没问题 我得好好谢谢你们 我先送你们回家吧 也行 那我们先走了啊 走 球球的行李 哎 行李都忘了 初秋 你那小书包 那 来 就到是吧 小姨好 好好对我们家意见啊 一定一定 那我走了啊 拜拜 小姨 拜拜 别乱了 拜拜 拜拜 好 走了 拜拜 拜拜 爸爸 你快来陪我玩呀 换鞋 球球 哎 球球啊 你先自己玩会儿 这两天一直在你那儿 都是你照顾他辛苦了啊 谢谢 你这些客气的话 我听过很多遍了 我不是为了听你说这些 才做这一切呢 言恩你知道这一天 我是怎么过来的吗 我打电话联系不上你 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 我特别害怕 特别害怕失去你 特别害怕有一句话 我再也没有机会说出来 言恩 我爱你 这一话本来 我在机场就想跟你说 现在终于说出来了 说不多了 这一天好好陪着求求吧 好几天没见呢 你也好好休息 那我先走吧 我先走 回来多久了 刚回来 好 那你回来我就走了 好 我给老太太买了一个轮椅 你跟大姐说一事 请她帮忙签收一下 你怎么知道的 你妈特意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怕咱们担心 她也让我好好劝劝你 千万别回去陪她 忙你的工作 我妈可真行 还就真给你打电话 你妈的脾气你还不了解 一如既往的要强 她也是怕你担心 她这三个女儿里面 我是最不称职的那个 这么多年 你毕竟没有陪在她身边 别想那么多了 我明天回趟老家 然后求求你先待两天 没问题 你明天什么时候走 我送你 晚上走 没事 我自己走就行了 行 那我走了 我这次回去 就跟她说咱们离婚的事 其实不用着急 你妈正在养伤呢 别给她添堵 不客气 你现在下来 有一束贝 马我 clicking 我今天是 我就êtreoco 你怎么办 你这要擅长 你不是回老家了吗 怎么还没走 出了点事 进来说 球球呢 睡了 坐 出什么事了 我和郭晓雯合作的 那个助学基金出问题了 明天我上午见一个 诉讼律师 之后我就回老家 宋君凡不是你们的律师吗 我刚知道 他替郭晓雯打赢了好几个 拖欠善款的官司 我真的没有想到 所以我和他解除了合作关系 吃饭了吗 没呢 你找个咖啡吗 咖啡 没有 喝点豆奶 来 账款出问题了 那官司应该打挺长时间的吧 那些孩子 这段时间怎么上学啊 这就是我最担心的问题 可现在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我这里面也没多少钱 你先拿去用吧 你能有多少钱呀 干吗不够 老太太最近不是也生病了吗 老太太最近不是也生病了吗 用钱的地方挺多的 你先拿着用 就当我借你的 密码是球球的生日 这次回去可能得有一段时间呢 我去看看球球 姐 宋律师来了 收到你发的解约合同了 你不知道 凌晨 吧 不 你 你看 你好 你要是 他 我 你 是 喝 AKE 你 咱们 你 你 你不觉得我们 很多看问题的角度 是完全不同的吗 既然你来了 我也想告诉你 不管是在感情上 或者事业上 我们就到此为止吧 就因为小文基金这件事 你是未免太小题大做了吧 你不觉得我们相处下来 不像是情侣 你不觉得我们相处下来 更像合作伙伴吗 婚姻恋爱 不就跟开公司一样吗 不就是合伙人吗 合伙人也需要三观相同吧 很多原则性的问题 我们都有很大的分歧 将来还是会分到扬镳 宋律师 我非常感谢你 在过去这段时间 为我们公司做出的贡献 谢谢 我祝你以后越来越好 邱老师 你 宋律师在里面 好 知道了 李安 你坚持要跟我分手 是不是因为你前夫 我一直都很佩服你 从一段错误的婚姻中 抽身出来的勇气 但如果你要重蹈覆辙的话 那我只能说 这太愚蠢了 我随我妈 从来不在乎别人的想法 我只在乎自己要什么 你跟我说实话 是不是因为她 你跟她一样 怎么办 你怎么来了 我刚送完求求 正好在这附近 你不是要去看你妈妈 我送你去高铁山呗 好啊 走 小狐狸和小鸭子回到了教室 找来浇水 将断的绳子就 你睡了吗 还没呢 走了 我给求求买了一本书 你要是在家的话 我给你送过来 可以啊 谁呀 我 怎么 那么快呀 其实我就在楼下呢 我看你没睡我就 直接送上来 谢谢 你要不要进来 久就睡了 睡了 那我就不进去了 我可以明天早上来接她 家里怎么样 妈还好吗 身体好多了 我跟她说了咱们离婚的事 你以后就不用陪我演了 你已经跟她说了 我上回不是说不用太着急吗 本来我还想跟你直接复合呢 我们复合 回头我们两个人又闹得不愉快 再分开 结果连朋友都做不成了 你就那么确定 咱们俩复合之后 还会分开啊 我越来越认为世界上 最不能确定的因素就是感情 就像我父母 我一直把他们当成我心中恩爱的典范 结果没想到 真相 所以这就是你一直不给你爸爸扫墓的原因 但是我觉得 他们是他们 咱们是咱们 有什么区别啊 这样挺好的 我们两个 这样还能彼此做朋友 对我们多好 行 我知道 那你早点休息 晚安 慢点开 你慢点吃 妈不给你抢啊 喂 小白姐 你在哪儿呢 你看不看手机啊 吃饭呢 我没看怎么了 你快看一下 不好了 现在社交媒体上都在传一份 小文基金向我们公司 催款的聊天记录 就说发出来的人 就是小文基金的内部员工 而且现在社交媒体上 还有其他号跟着爆料 说什么我们公司倒打一排 不仅拖建善款 还要告小文基金 因为这事设计平善 大家关注度极高 这舆论持续发酵得特别快 现在网上全是关于 我们公司的负面消息 怎么办呀姐 这网友都在喊话 让我们公司 赶紧自扔清白呢 你先别慌 你让公司每一个人 把我们跟小文基金的 通话记录 邮件 微信 全部都截图保存 还有看一下我们 店服的上款 你照着没有 看一个证明 还有姐 网上有人恶意转发了 我们公司主页链接上 求求的一条广告片 网友八算求求是你的女儿 现在网友开始攻击求求了 妈妈 我还想吃冰淇淋 那小左我先挂了啊 求求 妈妈有点事要回家处理 咱们吃完披萨 吃完这个蛋糕 就回去好不好 好 来 多吃点啊 有点事 援安 喂 秋象 是方便吗 可以过来一下吗 我这边出了点事 出什么事了 我现在去找你 这个号码我打过去是空号 我也咨询了律师 她说目前这种情况 报警也没有用 要不然今天晚上 我把球球带到我那儿去 行 球球在你那儿 比在我这儿安全 那你怎么办 我怕什么呀 我又没有做任何亏心事 我就不希望孩子出事 球球 怎么醒了呀 什么吵到你了呀 爸爸 你怎么来了 我跟妈妈说点事情 你先上睡吧 你今天不回去了吗 爸爸不回去了 我笑声点说话 不会再找到你了 没关系 去吧 睡吧啊 球球 我觉得可能也不会出什么事 对方就是发一个威胁短信 来吓唬我 别把你回去吧 不行 这两天我学校也没什么事情 我在这儿陪着你们俩吧 这样我心里也踏实 你累了吧 要不然你先回去睡 是 嗯 你要累了就沙发上眯一会儿啊 好久不见 你十二十小的时候 来 他在那儿陪着我 就这儿几乎了 证据 有点 率预兇的 是他呢 憶恩 只要你撤诉 我就能出面 帮你摆平这次纠纷 打官司对大家都没好处 我两个手机 都收到了同样的信息 你认为这是 郭小梅让人干净 这个时候你觉得 还能有谁呢 我约你出来 想请你转告郭小梅 助学基金的事情 只能通过 法律的渠道解决 如果他来这些 斜得歪的 我奉陪到底 喂 张老师 我 我行 我马上过去啊 那怎么办 不是 我不见了 我告诉你 如果这件事情 你郭小梅有关 我就跟他拼了 我是在五秀点名的时候 发现九秀不见的 然后立马就报警了 不是 他怎么就能不见了呢 通常吃完午饭后 我们会有自由活动的时间 但这期间老师不会特意去 盯着每个学生在做什么 是我们的失职 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啊 尽快找到孩子 有没有录像 您放了 您放一下 回来调 您看 监控里显示 这个时候有两个送快递的 在门卫站整理快递 球球就是趁他们走 我看见了 这不球球吗 午休回来之后只有他不在 应该是他 而且我看了一下球球的东西 只有这块儿童GPS手表 这是球球的表 我跟他说过 不管发生任何情况 他都不能摘起来 你说他是怎么了 手表也不要了 人也没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呢 他出门的时候 只有两个快递员对吧 没有坏人可以把他带走 所以咱们去周围再找找好吧 咱们分头找 好 谢谢 好好好 我告诉你 球球他不可能 一个人跑出去 善儿幼儿园 又不是一天两天了 他出过这样的事情吗 他知道有任何情况 可以告诉老师 老师在打电话告诉我 还有那个定位手表 他从来没有摘过 你见他摘起来过吗 为什么这次 就把手表也摘了 一个人跑出去了 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是他出小门的时候 是背着书包的呀 不像是有人临时 把他带走的 早上我送他的时候 他还特别开心 跟我说 妈妈晚上回来 我要给姥姥和大姨打电话 打视频 给他们看我新换的画 你说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就这么短的时间 他就一个人 跑出学校去了 你先别着急啊 咱们再找找 你觉得会是郭晓农干的吗 毕竟我两个时候 手机都收到了那样的信息啊 除了泄露我班级信息之外 还有 声音反正 喂 求求找到了吗 还没有 我觉得啊 郭晓农不可能 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不过是个违约合同公安司嘛 他犯不着走这种 绑票的下散烂的路数 我也是想提醒你 别把事情闹得太大 那样更不好收场 求求我也会帮你找 行 就这样吧 你觉得我应该相信他吗 我觉得宋军凡说得也对 确实不至于 毕竟他们已经在网上 把你黑成那样 再盯上求求有什么意义呢 毕竟这是违法的 好 孩子找着了吗 没有 你们这儿有消息吗 我们老师都还在找 我再打电话问一下 好 喂 派出所 哪个派出所呀 你们干吗 求求求求求求 求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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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 我们的小孩 对对 我们是在嘉奖啊 出示下证件 这是我的身份证 这是孩子的 在这儿等一下啊 小朋友 你回头看看你认识他们吗 是我的爸爸妈妈 好 家长过来吧 去哪儿啊 跑哪儿去了 急死我们了你 小朋友说他想去机场 结果迷路了 幸亏啊半路上遇到我们 家长待会儿过来做个笔录 好好 现在没问题 你去机场干什么 你去机场干什么呀 妈妈不说过 你不许把那个手表摘下来 不许一个人跑出去吗 我要坐飞机 坐飞机去哪儿啊 你要干吗 班上同学说 网上都在说 妈妈做的那些事情都是假的 都是骗人的 可妈妈跟我讲的是 他们要捐钱 你上不起学 你上不起学小朋友 我想去看看 那些小朋友到底有没有在上学 然后再回来告诉大家 我妈妈没有骗人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走 妈妈每次带我出门 都带我来坐飞机 我想要先来坐飞机才行 好了 来 谢谢球球的妈妈着想 以后不许偷偷跑出去了啊 好了 对 找到了 我们刚到家 行 张老师你赶紧休息吧 这一天也够你累的 好 再见 睡了 睡吧 说吧 说啥 说我呀 球球这件事又是跟我的工作有关 我又没怪你 也不是你的责任 球球找过来就好了 其实以前我也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 虽然说着支持你的工作 但是心里都特别不平衡 总是在计较 咱们俩谁为家里做得更多 你不怪我就好 你知道吗 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特别恨我妈 那时候我妈不招家 天天在场子里忙 我觉得她不是我亲妈 没想到我长大以后走了她的老路 怪不得有的时候 看你和你妈有点生分 我本来以为用我妈的经验教训 我一定可以做到家庭和事业兼顾 但这么多年了一点变化都没有 我甚至还没有我妈当年做得好 你做得已经挺好的了 你一直在做这个公益工作 跟你爸有关系吗 小时候我一直不懂我爸在做什么 直到他出病那天 我看到那些默默到来 默默流泪 最后又默默离去的陌生人 我终于明白了她这一生在做的事情的意义 等咱们忙完去这儿 咱们俩一起带着求求 去看看你曾经帮助过的那些小孩 也算是圆了她的一个愿望 好 那么如果把这个理论应用到拉扰孔上 就会非常明显地看出来 所以真实和艺术之间是需要取舍的 雕塑家既要表现出真实性 但是她又要完成雕塑的最高度的美 那么她在这个过程中就有可能要 弱化真实性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有可能真实性会被稍微地去掉一些 那么我们谈到艺术 艺术实际上是这个艺术形态的范畴 在哲学这里面来讲的话 它就是一个逐步深化认识的过程 米开朗基罗说过拉奥是不可思议的 德国诗人歌德也曾经说过 人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 痛苦都分为三种 畏惧 恐怖 同情 那么如果在一幅作品里面 能表达出一种感觉已经非常难 那么三种感觉都 同时能在一幅作品里面体现出来 就是非常伟大 非常不可思议 这座雕像里面体现出的却是 手脸的腻植 它本来应该是哀嚎了 但是 它变成了看法 我遇见你 放满了时光 是你教会了我 抬头仰望 原谅 我和她一样 渴望着你的光 对不起啊 把你吵醒了 下课铃已经打了半天了 下课了啊 你是谁啊 你是哪个班的 我 我 不是你们班的 你也不是这个学校的吧 从来没见过你 老师 你的课讲得特别好 我一直想把你去指教我们的 嗨 博士 你好 又是你 我就是在这儿等你的 有事吗 有 我想今天来谢谢你的 谢我什么 就之前压力太大了受不着 然后我的同学给我介绍了 这个学校的心理学专家的讲座 我听了五分钟后来就更精神了 然后就瞎溜达 就溜达到你那儿去了 结果没想到 睡了两个月以来最好的一觉 明白了 谢谢我让你在我的课上 睡了一个好觉 就是这个意思 你要是压力太大的话 给自己放个价 放松一下 别把身体累坏了 是 所以我辞职了 那 敢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姓孟 叫以安 好 以安同学 以后有需要的话 继续来我课上睡觉 今天我的课很失败 你居然很醒啊 我是不是在你课堂 第一个睡得这么香的人 你还真别说 在你来之前啊 我真不知道我的课 还有这种功效 说了一堂课你也渴了吧 给你带来这个 官司打得怎么样 升速了 小文基金顺理成章的败速 主要是那天善款 马上就可以到贫困山区 我也算是松了一口气 太好了 太好了 恭喜你 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马上十一了 咱们带着球球回去看看我妈 好啊 还有一件事 上次你在我们家那个门厅 跟我说了好多话 还算数吗 哪句啊 行 想不起来算了 走了 你给我提醒我一下 不就完了吗 我为什么要提醒你啊 说话都记不住 那我走了啊 走吧 想什么呢 想我爸 临走前一晚上的事 爸爸妈妈 以后我早餐不想喝牛奶了 换成豆奶好不好 你们看 就是你的大作呀 嗯 那妈知道 那这个最漂亮的一定是妈妈 对不对 对 这个是爸爸 嗯 最可爱的是球球 嗯 来 喝一口啊 嗯 我希望我们一家人一直在一起 来 你 你先忙啊 你先忙啊 嗯 现在每天都能看到爸爸妈妈了 你们还会一起来看我的画 一起接我放学 等会儿我们还可以一起去吃炸鸡 我太开心了 谁答应了你吃炸鸡啊 妈带你吃清淡的去啊 她们学校画展她画得最好的 对吧 要不然让她再吃一次 我跟你说出去啊 你就是我教育孩子路上的绊脚石 妈妈 她们是不是在结婚啊 你以前和爸爸结婚的时候 是不是也穿着这么漂亮的仙女裙啊 我那件仙女裙 好看 妈妈穿什么都好看 妈妈 你可不可以和爸爸再结一次婚啊 好可惜 上次我没看到 这次我要做花童 我要给妈妈一路撒花 你想当花童啊 嗯 那你就不能吃炸鸡了 你吃一肚子炸鸡 你怎么穿那个小仙女裙啊 肚子鼓鼓的 那我还是想吃炸鸡 就是小吃果 妈妈 我去看看 嗯 去 去吧 我觉得咱们现在一家三口的状态特别好 我已经很满足了 当然我不是说不想跟你复婚啊 我就是想说 不逼你 别给你那么大压力 你了解我这个人 很多事情我要自己想明白了 把自己说服了 才可以给你一个答案 非常了解 这两天我得回家一趟 干嘛去啊 有些事情呢 心里憋得太久了 我一定要找到这个答案 我一定要找到这个答案